当地时间2021年4月8号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 道路电子屏上显示居家令信息 为控制新冠疫情蔓延态势 安大略省于8号起实施为期四周的居家令 并勒令非必要零售商店暂停店内销售 当地时间2021年4月8号 印度民众在特里普拉邦阿加尔塔拉街头购买口罩 印度卫生部8号报告 印度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6,789例 不仅刷新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记录 也是本周以来印度单日新增病例第三次突破10万例 当地时间2021年4月8号 美国德克萨斯州布莱恩市一工业园区发生大规模枪击案 肯特摩尔橱桂公司总部内发生枪击案 造成至少7人受伤 其中几人处于危急状态 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追捕嫌疑人 在案发现场附近的真龙中学暂时处于封锁之中 当地时间2021年4月7号 印度尼西亚东佛洛雷斯 热带气旋塞罗亚带来暴雨 居民检查被毁房屋附近的废墟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号通报 印尼日前由热带气旋带来的极端天气 已经导致165人死亡 45人失踪 目前已有2万多灾民被紧急撤离 印尼政府出动7500多名军警参与撤离和搜救行动 4月4号 过境东努沙登加拉省的热带气旋 塞罗亚带来的暴雨引发洪水 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灾害 除了人员伤亡 还有115座公共设施和13600多所房屋 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近日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在3月底对瓦尔基里无人机进行了第6次测试 在测试中 无人机从内部武器舱发射了一架较小的无人机 当地时间2021年4月8号 约旦首都安曼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7号发表公开信宣布 煽动活动已经被平息 国家安全而稳定 当地时间2021年4月6号 耶路撒冷 以色列新一届议会议员宣誓就职后合影留念 当地时间2021年4月7号 韩国首尔 在首尔市长补选中 韩国国民力量候选人吴世勋 最终以57.5%的得票率当选 当地时间2021年4月7号 英国伦敦 泰晤士河旁议会大厦对面 民众在墙上画红心并留下鲜花 以祭奠英国死于新冠肺炎的病人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 Han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